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名词在去年年底已经有了 就是疫情期间很多公司倒闭 很多人不招人 很多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 很多还未结婚 说明是未结婚的男孩和女孩 他们既然无办法找到工作 而要离乡别井 因为他们要去大城市工作 在这里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 而这个决定就是回家照顾爸爸妈妈 一般来说 爸爸妈妈很多都有些职触 因为现在你们看 中国最有钱的人群就是1972年打猴 文革之后即是说五十年 五十多岁的年纪这些人 他们最有钱 因为经历了经济起飞 而当日买楼是不花很多钱 甚至有些几万元就已经在自己家建了一间屋 所有的东西都齐备 当他们退休或者提早退休的话 他们手边有些闲钱 也有些养老金 那变成了子女望子成龙的话 你出去外面读大学 希望你在上海 在广州 在北京打拼 但是现在失业率或者经济太差 那子女没办法了 不如不租 没什么做 回家 回家他们就全职照顾爸爸妈妈 好像我们这些年纪的人 很多对电脑 对科学 甚至对一些电子产品不行 那他们就负责去帮你订 譬如有些是公务员 或者当官的子女未必很高级 但是他们始终都有不退休金 是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出钱 令到子女可以帮他们计划他们的下半生 带他们去看医生 分别他们适合吃什么 做什么 甚至去旅行 刚刚看自由亚洲的一篇报道 就是有一间公司 教大家怎样去协助他们 协助他们自己怎样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 而更重要的 就是现在是一胎小孩 很多年轻人他们觉得既然在外面找不到工作 如果他们可以做 爸爸妈妈年纪大又不会有姐姐 又不会有第二个可以帮到忙的话 他们也都愿意回去 因为中国从来都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 就是说孝顺父母在这里 就很多人选择做这一件事 而也都因为这样 这帮年轻人他们不觉得他们失业 只不过他们是打老爸老母工 或者帮家人手而已 所以他们不觉得对社会是失去了责任 而在这里他们更加不用什么 就是说五险一金 各样东西也都不用看人面色 他们觉得比较舒坦些 这个就是现在新中国的情况 那当然有些年纪比较大些 即不是大学毕业 可能在上海打拼到三十多岁 他们回到家 他们被人觉得是一事无成 这些人就习惯了在网上消费 或者什么都在网上 他们未必再愿意投入其他所有的活动 这个是有历史以来全世界都没有的行业 好的 帮到中共手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 你既然清理自己是全职儿女的话 这样就是失业率 帮到忙 我自己本身在旧公司 旧公司有位女孩 这位女孩她在新会下来的 嫁下来香港她爸爸妈妈 即是说六年前 她们是新会一些小学的校长来的 退休 两夫妻加加在一起 在当日只是退休金 都已经是超一万元 两个加起来 即不是一个 那么多年来算 我估计经过这个所谓的升幅 平均来说都有六七千 两个人很有可能有万四元左右 即使没有万四 有一万二千多 如果他们以老人家来算 给回六千元 那些子女 叫她照顾她的话 那那个子女打份工都未必有 但是老人家就有了子女的陪伴 很多事就方便些 尤其是年纪大 机器坏 何况他们都会有一种感觉是什么 我即使拿回个钱 将来都是给你 只不过提早给了你 这个也是现在中国的现况 所以失业率这么高期 都还没见到有人开始反政府 那当然也都有另外一个问题 不是个个家家户户都有这个条件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 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安天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 专注移民二十几年 为十八至四十七岁香港人 精选最出息的移民课程 全程学费港幣十五万内 无需阿斯成绩 我们为十八至三十一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扮理劳工定居签证 无年期上限 我们也为五十岁以上的港人 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在香港、英国、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 就快点找Christie啦